郭委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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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才我和法會顧問和秘書已經詳細看了有關 郭委員 過去和多次人一起覆檢主席 過去覆檢都是文化的 不幸作為發言 郭委員 我說完了你才再 郭委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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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沒叫你的名字,不要再發言,現在是處理有關的事項,不關你現在說的程序問題 這個不是程序問題,我再一次說,我現在是準備處理 如果我還沒叫你發言,我就會視你為行為不檢 規程問題是哪一條規程,請你說 好,你簡單點說說 因為秘書通知我們,說你進去房間是覆檢 我已經即時跟秘書說,如果是覆檢的話 我們會要求有關人士和主席一起看錄影帶覆檢 除非秘書通知錯了,不是覆檢 如果你是覆檢你的決定,這個是規程的問題,我們是有權 過去立法會大會主席都是,適合到任何覆檢的話 大會主席是會邀請有關的議員或者相關人士 一起進去房間看錄影帶 過去是這樣,所以你可以先澄清 除非你的消息是錯的 秘書跟我所說的覆檢其實不是覆檢 如果是覆檢的話,我希望主席宣布你的覆檢結果之前 應該是要安排給有關人士進去房間裡一起看錄影帶 好了,你說完了,我回答也順便把梁如忠的有關處理 我一拼在這裡解答完之後,我才答覆 謝謝